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Serena的厨房 最近天气突然热起来了 那今天就来分享一道非常适合夏天喝的饮品 夏日柠檬汁 只需要四种材料就可以喝到这杯美味的果汁哦 那就开始啦 材料里有两颗柠檬 我们需要用不同的方法来分别处理 首先第一颗从中间切开 然后切成厚片 最边边的两端可以不要 然后选一片最好看的 留作最后的装饰 我这里要做两杯,所以拿了两片 轻轻切断一半后待用 接下来是另一颗柠檬 我们需要一个削皮器 来得到一些细碎的柠檬皮 增加柠檬汁的清香 接着给这颗柠檬去皮 尽可能的切去白色的部分 然后把果肉从中间切一半 然后把果肉从中间切一半 这就是处理好的两颗柠檬啦 然后就可以开始制作柠檬汁了 把处理好的果肉放进一个大一点的水瓶 用工具捣碎 挤压出柠檬的水分和果粒 放白砂糖后继续捣碎 直到糖基本融化 然后放入之前切好的厚片 这里未苦的柠檬皮可以中和果汁的酸味 同时增加柠檬的香气 继续挤压柠檬厚片和果肉 这时候果肉部分的果粒和汁水都分离出来后 就可以夹出白色的部分 避免过多的苦涩 然后加入柠檬皮的碎屑 轻微混合后加入蜂蜜 继续挤压直到均匀 按照我给出的比例 可以做出和超商一样的味道哦 最后加入680毫升的饮用水 稍微挤压搅拌一下 柠檬汁就做好啦 先不要急着喝 放入冰箱3小时以上 让柠檬 甜味和水充分混合后再享用 冰镇并且充分融合的柠檬汁 清爽又可口 喜欢的话就快试试看吧 那么这一期就到这里啦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支持